它其實是把貼片貼在我們三個重要的肌肉的部分 包括我們的耳機 然後還有我們的兩片全大全小跟下的肌肉 它會藉由一個聚焦磁能技術跟電流的部分 讓我們局部肌肉有訓練 產生增厚跟密度增加的部分 大家好我是初科級的美學院長蔡亞瑜醫師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 M-FACE FACE波 其實不要看我們臉是只有步步的一張臉 它下面有脂肪、筋膜層跟肌肉 肌肉是最底層幫助我們臉部穩固的一個架構 那當我們的肌肉流失之後 其實我們的臉型也會慢慢的從倒三角臉變成正三角臉 然後會產生一些眼周的紋路 然後眼袋 嘴邊紋、木耳紋、法令紋等等 就會讓我們的臉看起來比較鬆弛老化 那肌肉這個架構沒有照顧好 其實連下面的骨骼都會老化 就像我們這個圖一樣 它就是因為我們的體積減少 肌肉強度減少 然後會造成整個臉部的支撐力跟結構都破壞掉 其實臉部按摩它只是一個暫時性的 可能去放鬆我們臉部的張力 它可能可以代謝稍微的水腫 那那個緊實度其實可能一兩個小時它就恢復了 所以它並不能從最根本去延望我們的老化 它其實是把貼片貼在我們三個重要的肌肉部分 包括我們的兒肌 然後還有我們的兩片 全大全小跟小肌肉 它會藉由一個聚焦磁能技術跟電流的部分 會讓我們局部肌肉有訓練 產生增厚跟密度增加的部分 那就會造成我們整個輪廓會往上提升 輪廓線往上提升 嘴邊紋、法鏈紋往上 那另外兒肌會帶動我們整個眼神的往上 因為你兒肌增厚了之後 我們就不會產生柱眉紋跟抬頭紋 眼褶的部分會變得比較寬 比較不會有下垂的感覺 那如果有些人本身就有臉部萎縮不對稱的狀況 也可以利用這台階級去做肌肉的訓練 讓我們臉部達到更對稱平衡 Facebook它的原理是去訓練我們的肌肉 肌肉的兩成是需要一段時間一段過程 所以其實它是大概一週做一次 一次大概是需要20分鐘去鍛鍊我們的肌肉 那這個療程會建議至少要4到6次 那這樣子的療程完整呢 大概可以維持一年的時間 其實一般的電音波 它通常就是治療我們的真皮層皮下 然後頂多帶一點筋膜層 它的深層度頂多就是到4.3到4.5m 而Facebook它是利用聚焦層的技術 去深入到我們的肌肉層 就是大於4.5m的地方 但其實肌肉是我們整個臉的根本 當然它底層會隨著年紀越來越流失 會越來越薄 所以會讓上面的組織跟著往下掉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一塊增厚的話 它就可以把我們上面的組織整個撐起來 30幾歲 它還沒有流失非常嚴重的時候 一般的電音波是可以治療的 可是到35到40之後呢 因為肌肉其實都會流失 我們是會需要去做Facebook 去加強我們的肌肉訓練 而且它是一個 有點改善老化的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當然另外的要注意的是 因為Facebook目前它可以治療的範圍 是中臉跟我們的額頭 所以如果有些人 他真的下臉的狀況 垂墜的比較嚴重 像是隨便肉比較厚啦 或是輪廓線真的比較不明顯 電音波還是可以對隨便肉跟脖子以下 去做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治療 其實Facebook當然建議還是要有專業醫師 去把墊片放在適合的位置 因為每個人的肌肉燈成其實都不一樣 放對位置就可以造成良好的效果跟輪廓提升 那如果我們位置放錯的話呢 就可能會造成局部的皺紋 或是局部的肌肉會不對稱 產生不如一曲的效果 當然這邊還是呼籲一下 大家一定要去找有原廠認證 有專業技術的醫師跟診所 切記不要為了省小錢而花大錢喔 知道了嗎? 沒有辦法治療到我的地方喔 就不要花大錢的話 還要回來找我喔 卡掉了啦 卡掉了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按喜歡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